而花莲新天堂乐园3月1号停业 为秀影城粉丝团也贴出了秀业公告 而对花莲喜爱看电影的民众来说 顿时少了一个看电影的场所 而向来提供花莲民众非商业大片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脸书粉丝业也涌入了民众留言 期盼能够再看到想看到的电影在花莲上映 花莲新天堂乐园3月1日金船停业 虽然一旁打卡景点或贵星巴克正常营运 但微秀影城就没那么幸运 微秀影城粉丝团就贴出秀业公告 让不少花莲民众或曾在影院办理包场放映的单位都感到遗憾 纷纷在PTT或脸书上分享 向来提供花莲民众非商业大片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也在1日表达当花莲微秀暂时休业以后的看法 并询问乡亲有哪部电影很想看但已经看不到的 我觉得蛮遗憾的 因为毕竟微秀可以在花莲提供的电影是相当多元的 而且他们有很高级的IMAX影听这样子 那所以目前花莲铁道电影院这边也收到一些民众 就说有没有一些电影就反而转而来问我们可不可以提供包场服务 对但是我们虽然没办法提供那种商业大片 然后让大家观看 可是例如说像一些比较像最近的时代革命 或者是比较一文类的电影 那如果民众想看的话 我们就会想办法的去找片商联系看看 看能否在花莲铁道电影院提供包场 来在这段时间让花莲的观众也可以看到 在花莲没有上映到的电影 张志宏表示 虽然铁店没有IMAX的设备播映商业大片 但纪录片、一文等类型电影 仍会尽力与片商洽谈协助在花莲上映 也期盼花莲威秀能再度重启 让花莲民众有更多的观影管道 接着掌帮雁虎理事报道